杨又宁也太不小心了吧 最新一期花哨中一行人来到泳池边玩耍 杨又宁穿着短裤真空出镜 还对着镜头岔开腿意外走光 最后芒果台紧急删除了杨又宁的片段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杨又宁第一次走光了 之前杨又宁在车上时也曾走光 网友蜡评杨又宁是不是过于松弛了 而且喜欢空档 上节目也空有点不太注意形象 也有人说台湾人都不喜欢穿内裤 除了杨又宁还有一个结巴 有没有台湾人出面说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然谣言就要这么传出去了 目前杨又宁经纪人回应了此事 直接让大家冷静 真是笑不活了 还称杨又宁现在很安全 正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泳酷的影子 不是走光 据了解杨又宁是中国台湾男演员 参演的首部电影就是17岁的天空 可以说起点很高 现年31岁仍是许多人心中的男神 这次意外走光恐怕形象要攻他了 那么大家觉得如何呢 我们下次吃瓜时间再见